至于今次发行换股债 转换价值得大家留意 现在看到的是431.24 比起现在的现价 也有接近五成的日价 今次发债是用零式债券进行 换句话来说,债券持有人需要在行使价或以上换股 相对来说才会有获利的效果 再加上这批债是有两个到期日 分别是一批在2027年,另一批是2028年 对应在现在来说,有6、7年的时间 来到去寄贸股价有五成以上的升幅的时候 我自己这样去看 我觉得肯会去买这批债券的人 通常都是机构投资者 他们对于美团的前景 都会是乐观一些的 所以以一个短线的向导来看 有机会股价会轻微收押 但是以一个中长线来看 再加上集资用途 都是与业务发展有关的 就倾向上来说是一个理好的效果